美丽新发地 绿色农产品 美丽中国型生态乡村游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 八仙渡海在此地 飘渺仙境入梦来 一说起八仙过海的传说 大家马上就会联想到蓬莱 蓬莱一直被人们称为仙境 前有秦始皇祈求长生 后有汉武帝寻仙访药 那么今天我们就将带您走进 如画的山东蓬莱去往仙境 开启一段富有神话色彩的休闲之旅 大家好 大家还能猜出来我是谁吗 我就是小风 看我今天这身行头 已经打扮成了八仙中的旅动兵 大家可能已经猜出来了 今天我们来到的就是蓬莱仙境 商传八仙就是从这里 飘洋过海得到沉仙的 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和仙姑了 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本期的推荐员小新 是的 我们今天就将开启一段神闲之旅 蓬莱地处交通半岛最北端 与长山列岛割海相望 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国家历史文化名称 蓬莱素有仙境之语 有神秘莫测的海市顺炉奇观 被认为是传说中的 蓬莱 盈州 方丈三座仙山之一 自古便是历代帝王寻仙访药之地 至今还流传着八仙过海的美丽传说 觉得这边的海啊 这个美景怎么样 景色怎么样 还行 就是如果有海市顺楼更好 非常漂亮 然后也有很多这个古建筑 可以引人瞎瞎 就是能光着酒要在那上面走走 沙天上 很舒服 你喜欢八仙中的哪位神仙啊 我喜欢何仙姑 为什么 因为她漂亮美 肯定是美女了 那你喜欢哪一位神仙 我觉得那个大步骤的挺好 性感吧 海市顺楼的奇幻 秦皇汉武的行仙 八仙过海的传说 回这片美景 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古阁 古寺 古道 古树 真实的美景 虚幻的传说 都在我们身边环绕 走在这里 我们可以像古人一样 眺望远方 寻觅海上仙山的踪迹 大家看我们已经从八仙的形象 马上就穿越回了现代 但是我现在呢 更有一种来到仙界的感觉 因为在我眼前是一片 一望无际的碧海蓝天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 就是蓬莱阁的主阁 相传这里就是八仙相聚的地方 没错 蓬莱阁到现在 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了 其实啊 蓬莱的历史 要比蓬莱阁更悠久 从汉武帝建成到现在 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看来蓬莱 真的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 没错 蓬莱阁与黄克楼 岳阳楼 蓬莱阁 合成我国四大古代名楼 三座在南方 只有蓬莱阁在北方的海边 在滨海凌峰的丹崖山上 它里经千年风雨 倒是原貌 微额一粒 从蓬莱阁的组合下来 我们可以乘坐缆车 去往对面的天恒山 小枫 你看我们这个锁道 跟别处有什么不一样啊 还真是啊 我第一次感受 坐海上锁道 你看我现在脚下呢 就是湛蓝色的海水 因为我们现在 所处的位置比较高嘛 所以视线比较的开阔 可以看到很远的美景 真的是海天一色啊 吹着徐徐的海风 真的有一种 在海上飞翔的感觉 有鲜眼的感觉吗 有啊 去往天恒山的游客 据说都是奔着一处 有趣的奇观而来 到底是什么景象 这么神奇呢 我觉得这真的是太美了 小枫你别动 你知道你站了什么位置吗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位置啊 你是一脚踏两海 一脚踏两海 怎么说呢 你看以龙珠为界啊 这边呢就是黄海 那边就是渤海了 哦那我是 左踏黄海 右踏渤海 一秒钟之内呢 我就可以从黄海 黄海到渤海 跨到渤海 面对宽阔无比的大海 内心就如海潮般澎湃激荡 此时此刻的您 是不是特别想像 传说中的八仙一样 飘洋过海 体验一次速度与激情的飞驰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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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小贴士 航海盒门票120元一张 有请或快品出海每人一百元 我听说来到彭莱不仅有很多好看的美景 而且还有很多好吃的美食 没错 今天我就给你推荐一个我们当地的美食 彭莱小面 彭莱小面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 家与户晓 在我们彭莱每天早晨都是从一碗彭莱小面开始的 王福禄念点师傅 从十六岁时拜师学艺 现在已经是彭莱小面的传承人之一了 面条经过王师傅这么来回撑啊 就如同橡皮绳一样含性十足 跟跟面条在王师傅领小的手指尖游走 像一条条白色的油龙活灵活现 彭莱小会儿 粗细均匀的面条 就像纺砂织布一样会纺了出来 我们的眼睛对王师傅 这娴熟灵巧的手法深深蛰伏了 但是王师傅就告诉我们 出亏料的一句话 彭莱小面特点三份面七份鲁 哦 那也就是彭莱小面的奥妙就在卤上 究竟彭莱小面的卤汁 是用什么样的汤料而制而成 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哇 这边好香啊 师傅 这煮的是什么呀 这是我们当地的名贵鱼 家鸡鱼 哦 其小面必须用这种鱼开卤 哇 小面的卤就是这个家鸡鱼 家鸡鱼是海鱼的一种 以肉质性的味道鲜美而组成 虽然算不上价格昂贵 但目前野生的家鸡鱼越来越少 不容易补捞 将整条的家鸡鱼放入温水中 大火炖上20分钟后 家鸡鱼的蛋白质 脂肪 还有鱼肉中的鲜香 就全都融下了这锅汤料之后 然后将鱼捞出来 鱼菜这么一抖了 鱼肉和鱼骨就完美地分离开来 对 勾进铅 要用小面 掉在小面的上面 那味道特鲜 哎呀 师傅 听您这么一说 我这口水都已经 我就要流下来了 欢迎品尝 勾上铅之后 家鸡鱼的鲜香味 全部都包裹在浓郁的卤汁之中 看一看 精英气透 闻一闻 香飘四溢 家鸡鱼不光制作繁琐 而且吃法也是有讲究的 一条 二看 散品尝 一条 二看 你看 这个面条非常的细 然后看这颜色就觉得 晶莹剔透的非常的诱人 吃到嘴里就觉得这个面 非常的有嚼劲 而且非常的润滑 味道非常的鲜 所以这是一道很独特的 海鲜味的面食 这美食啊 就要讲究色香味俱全 虽然蓬莱小面从颜色上看起来有些单一 但是丝毫不影响它的口感 因为我觉得这个面啊 它非常的润滑 所以特别适合大口的吃 你听啊 您听这满屋子里的嗦啰嗦啰声 就吹到这蓬莱小面绝非浪得虚明 虽然我是第一次吃 但是我一定能够递入这个小面 以后常来这吃 说实话 我现在已经吃了四碗了 这一碗我就能在考虑 我能不能再吃下 蓬莱小面 鲜 美 好吃 好吃根本吃不下来 爸 再来一碗吧 快来一碗上啊 你看我又来了一碗 这味道真的太棒了 如果你不来尝一尝的话 真的会后悔 来一碗吧 吃吧 吃吧 大家觉得好吃吗 好吃 同学 再来一碗 有小贴士 蓬莱小面还配有不同的小菜 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进行搭配 我觉得这个蓬莱小面真的是太好吃了 可是这面里面的海鲜有点少 既然来到了海边 我总觉得吃海鲜还是不够过瘾 想吃海鲜是吧 那太简单了 我们蓬莱海鲜的品种多的是 但这回我们要亲自动手 这里是蓬莱的鱼港 每天最新鲜的海鲜都是从这里运往全国各地 究竟这次小枫他们将挑选什么样的海鲜食材来制作美食呢 大鱼也叫马娇鱼 大鱼最大的特点就是肉多特少 而且肉质坚实紧密 吃起来特别过瘾 深受当地百姓和外来游客的喜爱 老板告诉我们说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 当地每年的6月1号到9月1号是风雨期 不允许出海打狱 这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蓬莱人特别明白海洋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福地 只有保护好生态环境才能造福自己 除了当地人以外 不少来蓬莱的游客也喜欢到鱼港凑热闹 这鲑鱼大呀 以前没见过这么大鲑鱼 鲑鱼就这么大 没有它有这么大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我们是从北京来旅游的 我们就想吃蓬莱的海鲜 有小提示 鱼港离市区只有大约5分钟的车程 喜欢吃大鱼的游客 不妨开车去购买 购买的最佳时间为下午4点到6点之间 大鱼每公斤大约50元 所以体积太大 适合以家庭为单位的游客 或者6人以上的团队购买 那买了这个鱼以后 去哪坐着吃呢 我们住的那个鱼家乐 鱼家乐都能做 都能做 今天的美食就是它了 到底这么大的一条大鱼 应该怎么吃才最美味呢 还是先赶紧找个餐馆 可以加工一下吧 来彭来旅游啊 加工新鲜海鲜的餐馆 您可是不得不去 在海边有鱼家乐 村庄里有农家乐 收费也不贵 距离蓬莱市放个小时车 成了马加工 就是个不错的选择 这里不仅能够加工 您买来的海鲜 而且还可以观光旅游 休闲度假 周边的朋友 可以当天往返 距离远的游客 可以选择住在度假村 腰上三五个玩伴 要掉鱼 泡泡温泉 再来点烧烤 哎呦 那日子过得一个休闲 简直是快乐似神仙呢 我们一般朋友 没事的时候 周末会在这里 会在这里过来玩 放松一下 心情特别好 而且这景色也特别美 跟师傅说好不好吃 好吃 阿姨 你看我刚才买了一条 这么大的鲍鱼 怎么样还可以吧 好新鲜 很新鲜 那这个鲍鱼怎么做 鱼头 鱼尾 鱼皮 鱼刺 鱼子都可以吃 是的小峰 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带你 品尝的鲍鱼八鲜宴 平常做鱼都是整条往锅里放 可咱们这条长达一米多的大巴鱼 该怎么做呢 光收拾起来就不那么简单 刚才听牛大姐说 这鱼头 鱼皮 鱼尾 鱼肉 鱼仔 鱼刺 都能做出不同味道 您瞧瞧 这么接应的鱼菜 这能吃吗 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 阿姨这是香醇吗 这是做哪道菜的 这是炸鱼皮用的 哦 那这是有什么作用呢 它可以剔鲜 去腥 首先把香醇末放入剔好的鱼皮中 剔着浇上捣好的鸡蛋 加上适量的盐 胡椒和淀粉 搅拌均匀 最后就可以下锅炸了 随着油锅支支作响 面团在高温下 变得金黄酥脆 而里面的鱼皮 却变得更加有韧性 两三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就在刘大姐忙活 鲍鱼丸子的时候 小枫她们也在帮忙 煮鱼一下饺子 您瞧瞧 这香煎一片 红焖鱼排 爆炒鱼块 不论是色泽还是香气 都在诱惑着你的眼睛 刺激着你的味蕾 浓郁的香味 随着汤汤的热气 慢慢在屋子里散开 一条鲍鱼八种吃法 煎炒烹炸焖煮蒸炖 所谓鲍鱼八鲜叶 就是用尽各式各样的烹调方法 让您品尝八种不同的美味 香鲜至极 让您陶醉其中 鱼八不能了 大家看这个就是霸鱼八鲜艳 太好了 我先尝尝这个鱼排是什么味道 四个字形容 咸香浓郁 因为是海鱼 再加上酱香的烹制方法 所以比较的咸 口味比较重一点的朋友们 这道菜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再来尝尝这个菜 这是炸鱼皮 鸡蛋包裹的外皮 吃起来非常的脆 然后鱼皮又很有韧气 这就是我们刚才自己包的 大鱼饺子 哇 还是第一次包这么大的饺子呢 这个就算大 我给你一个惊喜 哇 这么大的饺子 以前没见过吧 没见过 我也没有见过 你看 哇 我的脸还大呢 笑 笑 笑 好吃吗 这个鲑鱼的尾巴 骨头怎么是软的呀 对呀 这个鲑鱼尾 好吃在哪呢 就是它能特别软 特别脆 怪不得有句话说 是家族鱼的头 鲑鱼尾 这么好吃的东西 再来杯酒 那不是神仙的日子的吗 这可让你说对了 在我们蓬莱吃海鲜 都得配一点白葡萄酒 那我们蓬莱大大小小的 酒庄酒厂 有八十多家的 为什么蓬莱有这么多的酒庄 因为蓬莱是世界七大葡萄之一 所以说我们这儿的气候桥间 地理位置 包括土壤 都是非常适合种植葡萄的 所以我们这儿的葡萄酒非常好 有小提示 位于蓬莱的大小酒庄 大多作乱的乡间 环境优美 风格各异 喜欢品酒的朋友 不妨前往 在这里不仅能让您体会到异国风景 还能感受葡萄美酒 所带给您的惬意和浪漫 巴西亚是人们对于追求自由和美好生活的向往 来到蓬莱看海天色的美景 品尝特色农家海鲜美食 再来上一杯葡萄美酒 这简直就是一次神仙般的悠闲之旅 蓬莱人不仅热爱自己的家乡 更懂得保护大海的生态环境 使这片充满神奇色彩的人间仙境 更加天蓝地利水净 美中国行生态乡村游 我们继续前行 美中国我爱 美丽乡村最新鲜 美中国我爱 传递着中国的美好的街 蓬莱市区不大 而且市区内的景点都相对集中 比如说蓬莱隔景 距离蓬莱汽车站的只有一公里 游玩起来非常方便 选择火车的游客 可以先到烟台火车站 再转程车到蓬莱 那蓬莱市内是没有机场的 距离最近的机场的是烟台的莱山机场 车程到这里大约是一个小时 其实沿海城市的游客 也可以乘船来到这里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视网 农视网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查看浏览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了 您知道一人巷里 走出哪位世界名人吗 我们去看一下 您知道这里 为何家家门前挂登陆吗 夜里面过来的时候 您知道在三河古镇 不得不吃的美食是什么吗 水运三河敬请收看 夜里面过来的时候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天下期再见 有空健康与 你要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